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着了解真知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1月3号 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聊聊恒大爆雷 聊聊中国的房地产 这两天啊,网上有一个话题比较热啊 就是第一财经啊,他的有一个报道 这个视频我也放了,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主要是说这个县城的房价的 他说啊,全国有近94%的县城 房价不过万元 然后又说啊,2023年县城楼市何去何从 这里咱们就聊一聊这个县城还有农村 首先一个啊,说到县城啊 这个有点笼统啊 因为同样叫县城 中国有1000多个县啊 还有几百个这个县级市等等啊 你不同地方的县城 它完全是两个样子啊 就是你比如说啊,浙江的县城 能和这个西北的某个县城比较吗 浙江的那个县城啊 你看上去可能是跟西北的某个地级市是一样的 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这个发达程度 它就像一个北方的或者西北的一个地级市 可能比赫港看着还要高达上 赫港可是地级市啊 所以说啊,笼统的说县城啊 什么房价不过万元 这种概念太广 这是第一个啊 第二个呢,你要在江苏,浙江,广东那边的县城 房价一万一平米 这个还说得过去啊 因为浙江那边啊 一个县可能有十几个上市公司 每个镇上可能都有上市公司 那他那个县城的房价一万 有什么不可以呢 就是显得不是那么贵 但是你要在安徽省 比如我老家那个县城 你要卖一万 反正就有点贵 因为当地的收入很低啊 你要能拿三千一个月 那就很不错的 不管是县城还是城市 你的房价还是跟收入 跟当地的这个经济发展相挂钩的 如果当地没有产业 没有什么其他的收入来源 全靠农业啊 全靠这些人出去打工 那你当地的房价就涨不起来 你把它炒起来 最终它也会跌落 跌落神坛 像这种县城啊 价格挺高的 但是它没有什么特色产业 那它价格为什么高呢 一般的这是教育资源 医疗资源相对集中 然后本县的这些人啊 出去打工之后 赚了点钱 那么因为孩子要上学啊 上初中高中啊 孩子要上幺元啊等等 所以他就不得不在县城里买套房 这样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 实际上就造成了这个县城的房价虚高 某种程度上啊 有点类似于北京啊 上海这种大城市的学区房这种概念 实际上县城的房价 为什么这么高呢 被炒上来呢 这就跟地方政府的这个财政收入一关 因为它没有办法从别的地方赚钱 只有炒土地 把地价炒上来 把房价炒上来 要获得更多的土地出然金 获得土地出然金之后干什么呢 给政府盖房子 所以说各个县的这个政府的 办公楼啊 越盖越漂亮 这个各个机关 什么公安局 什么校围等等 这个办公楼盖的都越来越漂亮 以前啊 各个地方县城啊 它都是把这个土地指标 倒卖给市里 市里也可能倒卖给省里 省里也可能倒卖给别的有钱的省 因为咱们有个十八亿摩根地红线的 各个城市自己预留的那个土地指标啊 很快就用完了 因为人口是在往那流动啊 你比如说啊 你这个县城 你这个农村 那人都往这个省城去流动 那省城的人口就增加了 但是省城的那个土地指标啊 它是根据他们那个 常住人口啊 去批的预留的 所以显然就不合理了 因为那省城的人是越来越多 但是你土地指标没有变 那怎么办呢 只好啊 从那个下面的县 或者是镇 把指标流动过来 那人家下面县城或者镇 凭什么把指标流到你那去呢 买 所以说以前啊都是卖指标 比如一亩地给你补贴两万块钱 三万块钱或者十万 但是这一亩地指标啊挪到省城之后 它可能就是一千万 一千万一亩住宅用地嘛 这个不算贵啊 你看很多一线城市那一亩地可不止一千万了 那它那指标从哪挪来的呢 都是从下面的县城镇上 后来呢 这些县城和镇上发现自己卖指标太亏了 赚的少 你一亩地你顶多给你补贴十万块 人家导手就是赚几百万 所以这些县城啊 它也不愿意卖指标了 加上什么呢 加上碧桂园 什么融创 它下城啊 它已经成到县城了 所以很多县政府啊 跟这个碧桂园一拍即合 对吧 如其把指标卖给你上面省政府 省会城市 我不如让碧桂园来开发 开发之后我自己卖房子 那得赚多少钱呢 所以它指标就开始自己边信 变成住宅用地 然后卖给碧桂园或者是融创 它们包装炒作炒概念 搞学区房啊 搞什么文旅项目啊 等等吧 总之哪个县城 还不得有点特色 还不得有点山山水水的 把它包装一下 就变成个文旅项目 或者是纯住宅项目都行 这个碧桂园擅长 或者恒大也很擅长 那海南的丹州的海花岛 不就这么搞出来的吗 没指标 你看它围海 造田 搞指标 都是一个道理啊 那县政府从这个岛卖指标 发展成自己开发 那碧桂园负责把房子卖出去 那这个县城的房地产市场 它不就是联系循环了吗 所以县政府也赚到钱了 公务员的工资 收入待遇全上去了 然后政府的这个部门 它这个硬件也上去了 楼是越盖越豪华 但是这一切 大家很清楚啊 它就是炒房啊 炒起来的 需求在哪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些个学区房是刚需 因为孩子要上学 哪个县城里面 可能都有个高中啊 是重点 其他的需求呢 就纯靠忽悠外地人去买 打造各种概念 建各种特色小镇 那在这种情况下 那经济稍微不景气 只要一下行 尤其这三年疫情 那叠加本来经济就要下行 这个三年疫情 把大家口袋都捣空了 那你说县城的这个房价 肯定是首端其冲啊 价格肯定要跌啊 如果房价要稳住 或者是恢复 那首先是二线城市先稳住 二线城市先恢复 你要说上涨 那就是一线城市先上涨 一定是这个顺势 最后呢 才波及到什么县城 实际上啊 如果一个县城 它没有什么特别的产业 特色产业 仅仅是本县城的这些人 在县城里买房居住的话 那么它的房价啊 非常好算 它的地价 基本上啊 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你要算上每平米 一千块钱也行 就不会超过一千的 因为它那个土地 取的成本非常便宜 农村里面的土地指标很多 比如说把农民的摘基地 忽悠它 把摘基地放弃 复肯 你看 才补贴人家五万块钱 一块摘基地 就挪到县城去了 一块摘基地 怎么得半某地有吧 就是三百多平米嘛 三百多平 你到县城里面 变成住宅用地 你按一千一平米 那三百平米是三十万呢 或者你给人农民 才补贴五万呢 这中间政府 还可以挣二十五万的差价 我这占一算 大家就明白了吧 就是你在县城里面 你土地成本 顶多一千一平米 你建安成本多少 我不清楚啊 这各地还不一样 按这个三千一平米算 你算金庄修 那不就才四千块钱一平米吗 你如果再加上什么 融资成本 管理成本 还有开发商 还要赚点钱 那就是五千一平米 就是说县城的房子 五千一平米 这中间产业链上 都能赚着钱 都是有利润的 但是为什么县城的房价 要卖一万呢 多出来那五千 就是政府赚走了 政府不仅要赚一千 一亩地赚二十五万还不够 他一亩地要赚一百万 这个占一算 大家就清楚了 实际上县城里 你那个县城 除非经济特别发达 有好几家商业公司 这个另当别论 普通的县城 房价就不应该超过五千一平米 都是有利润的 不是说赔钱 不是做慈善 当然了 咱们刚才说了 你那个县城 因为经济发展的好 是不是人口就越来越多啊 很多外地人来打工的 外地人跑你这也买房 他的工作在这儿啊 然后你这人一多 你的公共的设施 配套设施就会完善 教育医疗 都会向一个地基室看齐 包括高铁 甚至有机场 高速公路 因为这些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一起来之后 你的房子有溢价 可能就不能卖五千了 涨到一万 这个大家是能接受的 所以在江苏 浙江 广东 这些经济发达省份 比如说山东 福建 这些沿海 这些省份啊 县城 它的房价卖到一万 你可以理解 在这里我主要讲一讲 这个农村呢 因为最近也有很多人 关心农村 我看了一下 很多关心农村的人 他在农村没有生活过一天 他那个农村 可能是从课本上得知的 我本人啊 到现在为止 农村里还有地 这个年纪大一点 人知道 中国这个最后一次 那个土地承包经营呢 应该是95年还是94年 是江泽民手上 50年不动摇 就把土地承包给这些农户 我是94年上的大学 所以我名下 还有一点五亩地的承包地 我还有宅基地 不过我那个宅基地 现在是空着的 上面种满了树 那个宅基地啊 让我回去盖房子 我也不会盖 问题很多 我们那儿啊 人均耕地还比较多 94年的时候是 人均一点五亩 你要算到现在的话 可能人均两亩都不止 因为农村人少了 没什么人 我94年那个时候 农村的人非常多 我们那个村 大概有一百口人 是个小村庄 现在你怎么算 可能也只有五十口人 这五十口人 常住在我们村的 可能就十口人 这二十多年里面 这九十多口人 从不是流失了 要么流失到大城市去了 要么流失到国外去了 流失的形式有很多 有的是考大学 有的是做生意 有的是搞工程 有的是搞装修 总之 留在农村的是越来越少 还有的做小买卖的 做早点的 都留在了大城市 我说留是安家落户 家就安在那个地方 他也不会再回农村了 以我的观察 我认为中国的农村 在未来三十年里面 可能也一大半都消失了 我说的消失 不是说人口消失 是说这个农村就没有了 你们那小村庄就不见了 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过程 因为人口流失了 就我以我们村为例 就我们那个小组 一共才二十户人家 所以人口最多的时候 是一百多户人 这二十户人家里面 有一户啊 他那个房子已经塌了 没人管 他那个宅基地也没人管了 为什么呢 就是那个地啊 他那个房子在我小时候 还是不错的 是个瓦房 然后他呢 因为是算得中一工一农嘛 你要说他是工人身份 好像也不像 你要说他是农民身份 那也不对 然后他们家有三个孩子 这三个孩子都比我大 大的比我大十岁 小的也比我大三岁 他这三个孩子都进城了 是各种手段 一个是叫顶职啊 还有两个是考的 一个考到省城去了 一个考到我们那个安静市 顶职的那个在县城 这是他们家第二代 第三代就搞不清了 第三代也没联系 我们也不认识 但是呢 应该都在国外 然后他老家的那个房子 摘基地 刚开始的时候 他偶尔还回去打理 就把那个院子 杂草啊 逛牧丛啊 给他收拾一下 但是随着他两人年纪 越来越大啊 也没这个功夫去打理了 下一代根本就没时间去管这事 所以他把这个事 就委托给这个一个邻居 帮他照应 后来这老两口就死了 年纪大了嘛 再后来帮他照看 他房子的那个邻居也死了 自然死亡 现在他们那个摘基地就放在那 空的 没人管 他们的下一代在国外 也不会管这事 我这说的这个比较特别的例子啊 但是这种例子非常多啊 你说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未来三十年 这个农村的人会越来越少 你有摘基地也没用 因为没人去 但你这个承包的地呢 实际上我们那个承包的地 全部是给大户就种了 一年两百块钱 就住在农村的人他也不种地 地都是全部租给那些 种粮大户或者是种植大户 他们去种 那留在农村的人干什么呢 他就是无情无后的一些菜园子 种一种 他主要是打短工 有的是卖菜 就是毕竟有一些农户啊 他还种菜 那就有人负责就是去天津地头啊 收菜 然后拉到城里面去卖 有人干这个 更多的是打短工的 搞搞专修啊 搞搞运输啊 都是在那个农村附近 因为种种原因 他没有办法到城里面打工 就离不开那个家 可能家里还有老人或者小孩 就得有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啊 未来三十年 这个农村啊 很多就消亡了 就是很多村庄啊 就自然消亡了 那剩下人到哪去呢 剩下人都会向这个小城镇 集中 就是国道啊 国道两边 人口会慢慢聚集 然后离国道远一点的 这个村庄就消亡了 这个国道啊 离高速口越近的地方 人口越多 因为这地方肯定是交通发达呀 又是挨着国道 南来北晚的人多 无论你是种地的 还是出去打工的 可能都住在这种小城镇上面 这种小城镇未必是县城 它就是交通便利 最后那些村庄里面 丁字户 统统的都会被搬到这个小城镇上面 不是别人逼他的 是他自己没有办法搬过去 然后村庄啊 就变成鬼城 一片衰败 因为没人嘛 大家为什么搬到小城镇呢 最最主要的就是生活便利 公共服务 要比你那个村庄要强得多 你可以住在村庄 有人特别喜欢台杠 他觉得他住村庄挺好 那你孩子呢 要不要上幼儿园 你要上幼儿园 上哪儿上啊 你村里有幼儿园吗 所以你只能搬到镇上去 那镇里面有幼儿园 上小学在哪儿上 镇上 你说你住在村里面 每天早晚接送 那就你就得在农村扎根 你啥也干不上 所以随着经济发展啊 你只能往城镇搬 有人说我不要孩子 那你这孩子都不要了 那你就没有讨论的资格了 因为你一完蛋 你那房子就没有了 你的后继无人嘛 房子不就被推倒了吗 政府连五万块钱都不用补贴了 直接把你整成耕地 现在城镇化啊 是65% 什么概念呢 就是纯住在农村的 只有35% 应该这么理解吧 这个35%还在萎缩 因为更多的人会通过自己努力 跑到省城 跑到一线城市甚至出国的 所以这个35%这个人口啊 还越来越少 这35%里面顽固不化的 说就喜欢农村的 或者是因为各种原因出不了农村的 他的下一代会努力 要走出农村 所以我说30年 你按这么长的眼观去看 农村就会越来越少 村庄就会逐渐没落 取而代之的是 省道附近的 挨着高速公路入口的 这些新型的小城镇 那个时候 即便有人还想种地 那你真的是像某些专家说的一样 你是开着车啊 开个十几公里 到自己家地里面种地 你最好还带上午饭 一吃 一天活干完了 开车回去 这就是进步啊 这才叫发展呢 所以有专家说啊 这个农民进城买房 然后开车去种地 很多人就受不了 因为在他的脑海里面 农民就必须在地里面 我刚才就说了 很多人他在农村一天就没待过 就是现在 在农村的生活的这些青年人 他也不依种地为生啊 不要看那些宣传 什么大学生毕业了之后 不找工作跑到农村包了一百亩地 挣多少多少钱 那些都是公关文章 都是有统一的文案的 你说有没有这样的人 肯定有 但是凤毛棱角啊 极个别的 他在农村种南瓜能赚钱 你要去种 那裤衩子都赔干净了 你不知道人家后面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他可能有个亲戚 在工校社上班 他种的南瓜 能同意送到工校社去 你知道吗 随着社会的发展 已经没有办法容纳 那么多人去种地了 第一种地不赚钱 养不过你 第二个也不需要那么多人去种地 有很多人天真的以为 我现在找不到工作 我在城里面打工 打不下去了 我回家 我还有两亩地 问题是两亩地养不活你 有人说我要种菜 我养殖 养鸡养鸭养猪 大家可以问一问 你身边真有养鸡养鸭养猪的 不要说问今年 也不要问去年 你问他这五年 他挣钱了没有 他一算下了 可能还没挣掉钱 挣的最多的 可能还是补贴 就是政府给他的补贴 这个农业经济是非常脆弱 你今年养殖养螃蟹养虾 可能一下赚了十几万 二十万 那前提得有那么大的水面的 这个湖泊啊 或者是养殖产地租给你啊 几十亩的水面 你那挣个二十万 今年收成不错 但是啊 明年突然来个天灾 你把今年挣的钱 都得赔进去 可能还不止 2022年七八月份 整个长江流域干旱 你就问一问那些高养殖的人 多惨 所以那些想着什么 到农村 能够把肚子吃饱的人 可能他没有在农村生活过 他就没有种过地 也没有养过鱼 他以为买些鸭子 买些鸡 放在家里一养就可以了 这些都需要成本的 都需要投入啊 最后一算 投产比 你可能是赔的 我看了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咱们还要搞城镇化 城镇化搞到80% 多少咱们不知道啊 封顶是多少 我也不清楚 但是趋势就是 农村 这个村庄肯定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的基础上 还越来越集中 只有这样才能 以更低的成本 给居民提供服务 居民所获得的服务的 性价比才会提高 因为你住的越分散 越没有办法解决公共服务 解决公共服务的成本就越高 刚才说了 城镇化的最终是多少 尽头是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 但是呢 我觉得绝大部分村庄 可能就消亡了 只剩下沿着国道 挨着高速公路入口的 这些新型城镇 就发展起来了 聚集的人口越多 那个城镇的服务就越好 就是公共服务就会 门类齐全 你想去哪儿 你可以开个车 三四个小时就到了省城 坐上高铁 三四个小时就到了上海 到了北京 就这么一个地方 你住在这种城镇里面 你找工作的范围 就会大得多 以前因为这个交通不便利 你可能找工作 只能在自己本镇上面 打的短工 如果你住在这个新型城镇上面 因为它交通方便 所以你可能找工作 方圆几个县城 或者方圆几个城市 你都可以去上班 早出晚归 本来留在这种小城镇的 都是这些手工艺人 搞专修的 油漆工 或者电工 以前找工作 顶多在本县城找 就这种短工啊 现在它可以 在临近的几个县城去找 是不是它的工作机会就多多了 它收来的菜 可以在临近几个县城去卖 是不是销售机会就多多了 它的农产品 它可以到几个县城去卖 今天在这个县城卖不动 那边说啊 那个县城好卖 它马上开车 就到那个县城就卖去了 这都是叫交通网络 越来越发达 这农民致富的机会就越来越多 因为毕竟还是有一部分农民是要种地的 人均要种十亩地 才有可能啊 说致富的可能 那就是你一家三口种地 你要种三十亩地 精根细作 你才有可能啊 比你三口出去打工赚的钱多 或者是差不多 反过来说啊 现在人均 比如是两亩根地 你一个人就种了十亩 那就意味着 还有四个人不得不去打工 因为它没有地种啊 地让给你种了 这就是农村的一个现状 也可以叫回不去的农村 在这种情况下啊 就是沿着高速 沿着省道 这个聚集起来的这种新型的小城镇 实际上呢 对县城的房价是一个负面作用 但县城的房价更涨不上去 大家想一想 这种小城镇的房价 实际上就是一个建安成本 建安成本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农民自己 宅基地上盖房子 一平米也得两千块钱 我估计啊 一千块钱肯定是要的 但是你要盖好一点 估计要两千 那这种小城镇呢 加上这个土地指标啊 边信这些乱七八糟的啊 房子是不会超过三千的 三千一平米到头了 所以正常的啊 夫妻俩在外面打工 打两年工就能买一套这种房子 现在农村啊 你就是有宅基地 你自己盖房子 没有三十万 可能也盖不好 当然你自己盖 可能面积要大一点 盖个三层 你在小城镇上买 可能只能买个一百平的 但是农村是没有服务的 没有人为了你们几户人 建一个幼儿园 建一个卫生院 建一个小学 所以我认为只要中国经济发展 这个现成的房价 实际上它是涨不上去的 但是呢 农村它就自然的消亡 那这人去哪了呢 可能就去了这些新型的小城镇 这些新型的小城镇 特点就是交通非常方便 人口密度有一定规模 如果这个小城镇有点特色 比如有个温泉 有点山山水水 那就更了不得了 刚才咱们也说了 回不去的农村 你假设一下 现在14亿人 还有5亿人说要到农村去种地 那这5亿人立马就变成赤贫 吃饭都是个问题 那最后咱们再说说这个县城的房价 说来说去还是跟县城的经济有关 如果你这县城有产业 那房价还能稳得住 如果没有产业 回到5000亿平米啊 这是大概率事件 因为农村人口要向这些新型小城镇去聚集 而不是往县城聚集 县城提供不了什么优质的 性价比高的服务 因为农民只要住到这个交通便利的这些公路附近啊 这种小城镇 他要看病就不需要到县城去啊 人直接就去了这个地级市啊 开车走高速半小时就到了 为啥去县城呢 在疑南杂政 他就可以坐高铁到北京上海去看去了 或者到省城 所以呀这个县城的这个重要性就会降低 现在很多城市为了吸引人家买房 都要求你去落户 一落户 你这孩子上学问题都解决了 那他为啥把户口落在县城呢 他不落在省城不更好吗 省城的教育不更好吗 所以说县城啊 最后就变成什么人呢 就是公务员有编制的 在那待着 类似是贺港 所以说指望着县城的房价还能起来 涨一步 总体上来说非常困难 不现实 即便城镇化 还要继续 人口也不是往县城集中 我刚才说了啊 这个沿着省道啊 挨着高速公路的这些新型城镇 它本身可能就是为了农民设计的 它既有这个城市的功能 又能解决农民的问题 这恐怕就是所谓的新农村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供大家参考 好 这期节目啊 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